CCTV5直播 李铁凌晨1点决战越南 到国足六元虎将或缺席生死战 大家好 我是三封说求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国足 聊一下国足的世欲战 北京时间10月8日凌晨1点 CCTV5将会现场直播国足世欲战生死战 对手是从未把咱们放在眼里的越南 由于在第一阶段比赛中 国足和越南都遭遇两年败 因此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 出现的希望就会变得非常渺茫 可以说确定提前回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场重要的决战 根据北京青年报爆料 国足却有六元虎将可能会缺席 李铁面临着无人可用的久境 近段时间国足只是和叙利亚打了一场热身战 依靠张运宁的进球 和对手打平 不过根据媒体爆料称 叙利亚派出的阵容相当于是二队 国足和对手联战90分钟 却只打进一球 可见球队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进攻 而在那场比赛中 李铁基本上所有能出场的球员 都在场上感受了比赛氛围 但还是有六名球员没有出战 根据北京青年报透露 这六人可能缺席国足对阵越南的十二强赛 其中李磊无法登场 对国足本就脆弱的后防线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此前国足的防守能力饱受诟病 原因就是可用人才太少 李铁只能死磕张立鹏蒋光泰两人 21岁的朱成杰只适合打替补 于大宝和王刚都是大漏勺 相对稳健一些的李磊本是绝佳替补 但他的确证会让李铁十分头疼 尹洪博原本被寄予厚望 但是在中超赛场表现出色了他 来到十二强赛的舞台陷入低迷 完全失去了河北华夏中场核心的魔力 他的确证影响其实并不是很大 而韦诗豪、王上云、董春宇和王秋明都是万年替补 其中有韦诗豪最令人期待 但他们都大概率无法出场 虽然李铁肯定会继续使用之前的首发阵容 但是大量替补球员缺战 还是会对他的排兵布阵造成影响 一旦在比赛中遭遇变故 李铁能够调整的余地将会十分有限 国足很可能会全面溃盘 越南和国足的风格不太一样 他们的球员普遍技术出众 而且兼具小快灵的特点 唯一的弱势就是身体素质和对抗能力不如国足 但从越南前两场比赛的表现能够看得出来 他们面对澳大利亚这样的强队时 成功避开了正面对抗 而是依靠传球和控制和对手周旋 一度在场面上压制澳大利亚 而面对同样的对手时 国足中前场严重脱节 埃克森和吴磊陷入对手的绞杀中 中场拿不住球 后防线更是一触即到 最终遭遇溃败 因此不能只看到越南的世界排名比咱们第20多位 就认为国足一定能够取胜 两队目前只能说是五五开 越南和国足交锋的次数并不多 已经近九年来位在A级赛事教授 在九年之前 国足和越南的比赛 中国队全部取得了胜利 不过随着越南开始重视独球运动的发展 他们的水平提升很快 本届40强赛他们成功闯入12强赛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 他们绝不是一个好对付的对手 李铁和国足中将一定千万不能麻痹大利 好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喜欢探封的给探封点一个关注 也欢迎球迷朋友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互相交流学习 谢谢大家 再见